中外文章 中環王 武術 各房的秘密 有些豐富的材料 那學校一定不教 但是我們不妨不知 因為它包括了很多學問 其中有神學、有民族學 有另外一個民族學 這個就是族語的族 一個就是民族的族 另外還有很多關於心理學 神學或者宗教學的問題 都在這個武術裏面可以伸延得到 所以有興趣的人 對各種科學 各種社會科學都有 絕對追求的心態 聽這個節目 就會得到一些課本之外 得到的知識 今天繼續講 就是講西方的武學 那武術呢 在西方來說 最主要發生的地點都是歐洲 歐洲的背景 大家都應該清楚些 就是它是一個耶教 現在基督教 其實是耶穌教的一種反對的運動 那是否反對耶穌教呢 耶教呢 是一個一神教 一神教呢 它的特點就是它只有一個神 其他的神呢 是不是有呢 根據牧師的神父所講呢 是有的 但是呢 他們都是低於他們的那個神 因為神呢 那時候沒有名字的 叫做 那時候的名字呢 沒有名字之中呢 在猶太人的心目中呢 他們叫爺威 後來呢 叫爺和華 是不能夠宣諸厚的 也等於呢 這個阿伯拉罕的成存下來的宗教 猶太教 基督教 回教 都是一個神 回教的那個神呢 就叫做阿賴 阿賴是真神 也是不能夠宣諸厚的 也不能夠有形象出現 所以呢 在回教的教堂裡面呢 是沒有一個 他們阿賴的樣子 是不能夠見到的 那又講講 一個話題 一個節外生枝的話題 不過這個節目是 很豐富其他的知識的 為什麼叫做回教呢 原來呢 原來呢 這個是中國人呢 見到那些少數民族 回額人 他們呢 信這個教 所以呢 就回額人信他教 他就不回教 是這樣來的 在正式的譯名 可能是伊斯蘭教 伊斯蘭呢 就是他們的稱號 穆斯蘭呢 這個是信教的人 一教徒就叫穆斯蘭 是有分別有區分出來 所以大家呢 請在閱讀的時候呢 是分清楚 這些也是一般的普通常識來的 不留不知 好 講回正題呢 這個 反模 這個活動呢 為什麼跟基督教有關呢 那現在呢 我們叫做基督教 其實呢 這個Christian這個字呢 是包含了很廣泛的意思 包括呢 是 舊教 我們稱為天主教 天主 Catholic Roman Catholic 這個呢 是 天主教呢 是 利馬鬥 來華時 參照中國的古書呢 來定名的 那 那 再到馬來遜 來的時候呢 就譯了做 為基督教 Christian Christianality 那麼呢 這個基督教呢 其實呢 就是一個統稱 包括了 新教 新教呢 有三個 有三個 不同的 最主要的 分支 一個呢 就是 他們 首先 在 教堂釘下去 掃說 天主教的 罪 或者 不是的時候 的 馬丁路德 唯有一個宗 另外呢 Kavin 又是一個宗 還有一個宗呢 就是 亨利八世 因為呢 教皇不肯承認 她的 離婚 和 取 新的 皇后 所以呢 她又 另立 自己一個宗 就變成呢 這個最原始的三個 新教 但在 天主教來講呢 他們呢 都稱呼 這些 新教 為 誓反教 發誓要反對他們的教 但現在都沒有人講 還是講呢 基督教 那 基督教呢 其實呢 包括了 天主教 還有 很早分裂 在 十一世紀 1052年分裂的 東正教 東正教 現在在 俄羅斯 及 這個 蔡古魯斯 有他們的 教目 而呢 他們的 信仰呢 是跟 天主教 一模一樣 只不過呢 他更加 保守 更加嚴肅 他們的 尼撒 一天呢 是可以做五次的 信仰的人呢 是很虔誠 我親眼呢 在 這個 羅馬尼亞 見過的教堂 是相當之 嚴肅 的 尼撒 好了 除此之外呢 還有很多 新興的 新教 他們呢 都是 獨立自主的 他們 也不歸 教王所管 那 也有一批呢 就是 很早期 已經不受教王所管 的 比如埃及的天主教 阿爾巴尼亞的天主教 這些 等等呢 都是 天主教 或者基督教的 分支 來的 不過他不提屬 教王管理 這都是 信三合體 信子 聖靈 聖父的 信仰 都是根據 聖經 新約 舊約 的 指示 來做 唯有 一些 不同 就是 所謂 摩門教 所謂 信妄台 這些 是 跟 現在的 基督教 或者天主教 或者中正教 完全不同 他們是不相信三位一體的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舊的天主教 或者新的 基督教 都是不認為他們是二端邪說 幸好 現在呢 二端邪說 就不用消死 否則呢 這個都是一個 強烈的鬥爭 好 那麼 說回 無教 就因為 這個 無術 就是 跟 這個 既有的 宗教 的秩序 和規定 有很大的分別 所以呢 一般來說 都是認為是 二端邪說 那 二端邪說 就剛才說 要 要毀滅的 要消死的 那 那 為什麼它是二端邪說呢 最重要的 因為呢 就是 他們 武術 是運用了一些 他們認為 會 有 奇異的能力 超自然的能力 能夠 完成一些事的 譬如 他們的 武術 有 咒語 有另外一種 如然的力量 有 占卜的力量 有 聲像 體聲的力量 這些等等 都是可以使到 事情 能夠轉變 或者發生 他們這樣說 實際上 是否 這個 堅人 堅 之 所以呢 很多時候 這些超自然的力量 偶然成功之後 這 武術 就覺得 它是運用到一些 這樣的力量 來戰勝 自然 這個力量 並非來自 上帝 又不是來自 宗教 那 這個力量 在宗教上 是不是覺得 是 邪呢 當然 當然 覺得是邪 所以呢 這種呢 這種呢 方式 無論是 白毛 白的 武術 或者是 黑的武術 都是 需要 毀滅的 這些 乃是 從魔鬼 基督教的 說法 從魔鬼 以來的 這些力量 這裏就提到 說說 我也親眼見過 有一個 有一本書 這本書呢 是中國 相當出名的 《易經》 造成的 一個 現象 《易經》呢 就是 講到 甲骨文 甲骨文呢 它有很多 當年 占卜的能力 古時 譬如商朝的時候 人呢 商朝的人呢 商人呢 就是 利用到 這些 這樣的 《易經》 的占卜能力 還有呢 他們將 一些大事呢 要求上天呢 給予一個 指示 那他們呢 燒一些牛旁骨 或者呢 龜甲 你看他的列文呢 由這個祭司呢 來到去解釋 那通常來講呢 他們很相信 這一種 這樣的 天啟 所謂天啟呢 就是 上天指示的力量 在基督教的 蒙塞的一方呢 就認為 這些是 非常之 離經背道的 魔鬼的講話 於是乎呢 這位 死了 丈夫 丈夫是一位呢 研究甲骨文的專家 在他死了之後呢 他那個太太 和那幫舊友 就用很尖銳的刀 很大力地 去割爛這本書 這本書呢 在我 在舊書的譜圖 親眼見過 也拍下照片 為什麼他們的心中那麼憤怯呢 就因為他們認為 這些 這樣的 行為 占卜行為 是違反了 教義 違反了真正教義 是 這個 魔鬼的 法術來的 那這個 也等於呢 獵巫 的一個原因 他覺得 巫 就是一種 魔鬼 寄予的法力 於是 他們呢 就要消滅他 要徹底消滅他 憎恨他 痛恨他 你說這些 是不是一個愚蠢的行為呢 我就認為 是一個 極之愚蠢的行為了 好了 下半段 我們繼續說 聶毛這件 大事 在歐洲 是一個 非常大的 歷史的 事實 來的 稍後見 謝謝